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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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段最比皇兄小枝 我要杀到你们 大人 大人 就是这儿了 这是我年轻时炼功所在 我带你们到这里来 这是要你们四人再次闭关 再度修炼玄弓合体 再炼玄弓合体 为什么 是啊 那魔头不是被碰在石洞里 再也出不来了吗 为什么 没有所不知 目前我们只是一时矫陷才将它封在石洞里 依我看来 那石洞也困不住它 原来是这样 甘娘是怕它又是脱险出来 我们只有再次以四方玄弓合体才能够铲除它 没错 这里地势隐蔽 那魔头一时还难追到我们的血组 你们一定要加紧苦练 才能应付来日这场很大决战 正好 我本来还可惜 没能亲手杀了这个魔头 觉得太便宜它了 若是能用南火玄冰替龙康报仇 我相信龙康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安慰的 对 这个魔头如此狠心杀死了于哥哥 我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 好 你们有这个决心 实际感到很安慰 但是 看来这个铁链人的武功 比当时的易水寒高出许多 屁魔剑在他手中威力倍增 而且心儿怀有身孕 龙康 龙康跟丹娜的四方玄公都功力上前 我只怕前途艰难得多 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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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终于将剔魔剑法荣惠换通了 连这狗羊羊的臭石头也奈何不了我 你们看银银银不出来了 袁肖婷 我要把你们传上 袁肖婷 亡魂杀物 屁魔剑又重现江湖了 师父 您怎么知道屁魔剑又重现江湖 那是因为拿着屁魔剑的人已经变成了夺魂三世的最高境界 亡魂杀伯 您为何对屁魔剑撩落之掌 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屁魔大侠 当年老大以屁魔剑法独挖天下 自以为斩妖除魔剑法 自以为斩妖除魔剑天行道殊不知天下之大火 很多事情并非是黑白正邪二字所能说清楚的 没错 没错 我们四方们被视为邪教 这里面不乏一些忠义之事 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名门正派 却不乏欺识盗命 难倒女昌的小的人 这个世上谁又能真正分辨正邪杀恶 谁又能决定什么人该活 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可惜老大当年并没有看清这一点 以致造成了许多的杀命在颤妖除尖中 也错杀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所以师父才削法伟僧 并将屁魔剑封于地下 是啊 本以为有丰佛类点四大麒麟虎发 屁魔剑可以长眠地下 可是谁又知这四块麒麟玉 竟然落到寒灵手中 因此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波 原来师父早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 一篇行慈悲 有具归根 又练成了佛光古兆的最高境界 足以斩妖除魔拯救四方们 你就此下山做个了解吧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还看不出来 东西到底在哪 我哪天气你的时候 明明就坐在这儿了 你这个妖女 见了蛮人就动手动脚的 真不知道羞耻 你不懂啊 东西放在哪儿了 你放在哪儿的 你给我看一下 是不是在裙子里 袁晓天 你就任由她 对你上下棋手 你却不制止她 原来你是这种三下意的家伙 见一个爱一个 我 我不嫁你了 我 对你 妈 我 抱着笑 我 你们 我 好 手不浪漫的 出来是因为 看着爱情让我爱你 这些 我最好心的 主要是我的名片 就这样因为 那你是不理 一直让我坚持 我只能呈上 不能反映 我爱深渊 就这样因为 我爱不住 你都不愿意 你都不愿意 不愿意 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